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实我不知道你这个如果出世俗法的真心 跟佛学的真心是两个 佛学的真心指的是空性 指的是你最后解脱了以后 你的本来面目指的是真心 那剩下你这个意识 这些叠耳鼻水是假意 假心 这是假的 它是指的真心 其实佛学 你说的 刚才说的 在这个世界我做一些善行 我心里其实还低估了 有时候做了 我还后悔了 我不做好了 我凭什么 我做了 你看那些人也对我 也不敢 也不能回报 这些我觉得是避免不了的 真正说什么是正呢 正心 就是说你正心 就是说 我觉得就首先是 你要正身正义正眼 这个人 你要是心直 执心是道场 执心 你说谈到执心 一个懂得执心的人 他不是说 我心直口快 我就有啥说啥 那有时候会伤害到别人 菩萨还要善巧方便 那接别人隐私 把别人那个 丑恶的全曝光 那也不是止心 那叫你不顾别人绝受 是吧 那不是人道的做法 是吧 那叫无情无义 有时候 是吧 执心是什么 你正身正义正眼 但怎么正呢 我就说 我就有时候聊说 六根不染 六根清静 我一直说六根清静 你不带着 比如说从心性上 你不带着过去心 现在心未来 也看问题 比如说今天 就像有些女的 我就说 她老公找过 找过 这个小三或者小四 她就根根于怀 然后内心 这个老公 跟哪个女的说话 她都在那边吃醋 她就是带着这种 过去的伤害 过去的 去看当下的那件事 这就是带着过去心看 还有对未来的患得患 是恐惧去看 当下发生的事 这些都是带着过去的信息 这已经不是直面当下了 也不算之心 就是带着过去太多的伤害 来处理眼下的问题 也许她老公 给她了解 只是咨询个事情 或者做一件什么事 就是问一句话 根本就 当时她老公也再没起心动念 说我就想跟这个女的怎么样 但只要这老婆看到 她老公是个女人说话 老婆就马上就不行了 全身性的发麻 就开始有病态的发现 但老公是不是说是 是找过小三 但是小三也分手了 早就改了嘛 改邪灰症了 她也准备原谅了 是吧 但是她还是接受不了这种 觉得老公还是 跟你人说话 她就像是蛇咬了似的 那种 这就是带着过去的心 就是病态的过去 这就不是知心 知心是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 当下她老公跟这个女的 确实没关系 就是说了句话 但是她发作的东西就是病态的 她就不是知心知面当下 带着过去型和未来的患得患 是情感 这也是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 用带着情欲的眼睛看 用带着情欲的耳朵听 比如说 你看对方你坐在这 如果这边是个靓仔美女 这边坐在 哎呀 这个靓仔美女 她会不会喜欢我 是吧 如果找对象的时候 咦 这样子 她会不会爱上我 或者是 哎呀 好像她爱我 好像 好像我在她心中有位置 好像你看 她还给我倒茶 等等 各种乱想 这也不是知心 就是说你带着情欲去看这些事 而且看见靓仔美女 你都结婚了 话来话去 话来话去 坐在那 这个也有问题 这就是带着情欲去看摄像 比摄像所转 还有带着情欲去听 比如 我经常听到歌星唱歌 哪个歌 哎呀 这个老公 这个歌星是我老公了 狂热的追捧 就是那些粉丝 比如说老公结婚了 气得在家里哭 人家老公还不认识她 就是那个 这都是带着情欲在听 其实她在听 她就喜欢听她的声音 听她唱歌 然后带着情欲听 她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 她就想认识她 然后就爱上她 然后去跟她结婚 甚至成为她家的老公 等等等等 这个我是举个例 鼻子最多是一样的 这种状态 如果你觉得你的六根 还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你说你能执行 这是可能性不大 你都不正 知道吗 那都叫邪 你知道 你说正身正义正言 你都达不到 正身六根清静 这才是正 否则你都叫邪言 所以说都叫邪 你六根都不正 你看一眼你都叫邪 你知道吗 看一眼你希望对方 就是这个 但是需要一点点修正的 但是学了乳家文化的人 做俊正做久了 也会达到这个境界 还有修正就修定啊 一届久了六根也会 当你觉着到不着相的时候 六根也会清静 六根清静啊 这个跟成道还没关系 这个时候就能执行式道场 正身正义正言 每一个当下都能 按时回答当下的问题 不是带着 带着过去的 这就像你看 能言经里边有一个很重要 那佛陀说 阿菩萨都是执行式道场 执行 正身正义 说阿南的说 你当初是为啥出家 要抛弃人世界的身中恩爱 跟我出家的 问阿南吗 阿南当年 阿南不是被文殊菩萨 你们看过来 他是被摩登前女 不是困住了吗 然后佛陀派文殊菩萨 持能也就把他救回来的 连摩登前女 要带到他面前了 那你想阿南 对着那么多人 刚刚我还是佛弟子呢 被人家的妓女持重 就困住了 这不就也有点丢 就觉得自己脸面 这一般人都是佛的千身大弟子 你想想持重要是个外道 说是什么很厉害的持重 把我困住 这也算 人家是个妓女 妓女跟他妈 两个持重 把他就困在妓女院 他就身不由己的 差点毁了道体 所以这真的太丢面了 这个事 而且当时他回到那个场合的时候 你知道 当时国王大臣 还有各种师兄们 都在那看着他呢 你知道他的自助心面子 他要是不 我们一般说话都是要面子的嘛 我要问你个啥 你走得对着这么多 师兄你就不会执行 你就会顾顾面子啊 甚至有的人 你看做的明显的说话 就是想自夸 然后想说自己多精进啊 自己在休息啊 自己多好 他心里边就是情欲啊 那种名利心 他放不下 等等 但是 这就佛告诉阿南说 大菩萨都以执行 承其未来啊 就是所以 因为执行 所以未来在修正过程中 一生没有委屈向啊 不会出现 因为他这个说话 导致的这个果报啊 乱乱说啊 或者是 因为维护自己面子中 也不说真话 说阿南 你今天执行回答我的话 所以没有阿南的执行 仇佛们也读不到人也家 就问他 你当年是因为啥 给我出家 那人家 可能我们这些人 大家说 哎 为了会啊 佛法普通正生嘛 是吧 这不得有面子啊 你要知道身边 你大求人看着呢 而且我是佛的 最切身世子啊 大弟子啊 是大弟子里边 阿南是切身 佛走到哪跟到哪 多闻第一嘛 我要行销 有些叫阿南长得好看嘛 很多人喜欢她嘛 那不我也得说两句 有文化的话嘛 写得我更高嘛 是吧 这不在众生心目中 我 但刚才比妓女困住这种事 我要阿南说得好一点 大家没准理解成英语了 是吧 这不抹杀了吗 阿南没说说 不好意思 我当你看你又发光又漂亮 所以要出家学的 我因为你发光嘛 我觉得我在家 发不出那个光 我觉得你这是出家修行 你出家修行才能放出来 所以我 我把老婆呀 我把家人都舍了 舍弃深重恩爱啊 就是临情去欲啊 我不是不想 我是觉得你放光好看 我想去学那些神别 我想放光 我才跟你学佛的 出家的 这叫知心臭风 人家就没顾及面子 没顾及这 没在那些一堆人里边 去挽回自己的 损失 觉得自己修的不好这种事 大爹子说 你怎么能让你的机女困住呢 你看看你 阿南说 我就是被人家困住了 我自己没修嘛 我就是听得多 但是我没修行啊 说为啥你不修 人家大家刚刚 那是刚刚接下IG结束啊 那都刚刚修了四十多天啊 四十九天几个月的 一点增量也没嘛 一出去就都被人家困住了 你想多很难受的一件事啊 是吧 那两个人又不厉害 你说这 你说这 这四处无名 所以阿南 真的是要稍稍顾点面子 真的是 他就不那样说了 阿南说 我就是看你放光 所以我出家了 你看看这种知心 当下 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没面子就没面子 我丢脸就丢了 我对不起佛陀 我丢了神达的面子 连这种话呢也不说 我自己没多闻 没修行 对不起佛陀 我现在修了 我准备开始修了 我忏悔 你赶紧告诉我吧 我马上修 你看这叫改正 忏悔 真忏悔 我马上就要改 你知道吗 佛陀说 你为啥出家 说我是 我是因为 当然是佛陀问这个问题 有其他人 因为摩登前女 不是看阿南漂亮吗 然后就一介终起 这才是让阿南困住了 那佛陀 其实这个问题是对摩登前女 说的 其实因为 因为阿南要出家 是吧 那阿南是看 佛陀不是漂亮吗 放光也漂亮吗 所以他出家了 摩登前女 看阿南漂亮 这不一码是吗 他说阿南应旧吗 你让一个妓女 也不是缺男人的 他肯定是喜欢 阿南的某个相嘛 阿南庄严嘛 脱俗嘛 英俊嘛 持戒嘛 是吧 不理她嘛 所有的都能诱惑她 是吧 跟阿南看见 佛陀放光是一样的嘛 那佛这个问题 问阿南的时候 那摩登前女 肯定很关注 知道吧 因为他也是要说法 给摩登前女听的嘛 所以摩登前女 马上就说 嗯 我也得听听 阿南又为啥 不找女朋友 为啥就出家了呢 看看她的原因 如果她 没准我还能再供应她一下 那肯定她马上就把注意力 转到佛的说法上 否则她 她寂寞失败了 被佛陀抓到生团里边 肯定是拧巴着的 肯定看到佛陀很讨厌吧 我还听你说佛法呢 我看也不看你 那佛问阿南 她肯定听啊 因为她关注阿南啊 她马上就把耳朵拉起来了 阿南为什么要出家 一定要听一听是吧 那佛陀其实是度摩登前女 同时度的嘛 嗯 所以佛问阿南 这个其实是 所以能源经是一个 刚开始 其实很适合初学 因为摩登前女 没学过打坐 对吧 你妓女学过 也没学过打坐 也没学过正法 也没发过处理心 也啥也没有 我就是小台脸 我就是喜欢阿南 就唯一的 所以很适合 我们晚未来 你们会看看能源经嘛 她是出学 她没有学过 但亲了佛说 半部能源经 已经挣三果阿罗汉 你知道 她也没打过坐 没学过法门 是吧 甚至没说 我要想成佛这回事 甚至没有出离心 她说我也不想出离 但是她竟然 半部能源经以后 她已经挣三果 三果阿罗汉 一下还没打坐 也没说我散乱 怎么入定这回事 没问啊 她听完就 她就可以了 你想想多厉害 能源经多厉害 佛有多厉害 希望我们也听半部以后 就挣三果 因为你要知道 末法时代 中国生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情欲 难舍 多文 你们也是多文 没修正 就是阿乃跟摩登情欲的问题 人家阿乃跟摩登情欲 读完了也就缺开悟了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 是吧 其实和末法时代的 中国生学的一部经 所以要将来给你的身边的 介绍 让他们看一看 那就是知心 那来知心是道场 正直地告诉他 然后 然后佛说 你是用什么 你是用什么看见的 你看我放光 用什么看见的 用什么感觉到 他说我用眼睛看见 用心感觉到 喜欢是来自于我的心 看你放光是我的眼睛 佛问他 眼睛跟心在哪里 否则满足他 你的眼睛跟心找到了 我满足他 让你放放光 那你会怎么说 要是我们佛有子 肯定说 秘心无所无处不在啊 这种佛话可断 那没有 说眼睛在我脸上啊 心在我肚子里啊 吃不住直心嘛 他就这样认为了 苦痛大度 摩登前女就这样认为 肯定我说这句话 问的时候 摩登前女心想 我还以为这个佛有多高深呢 问这种低级的问题 心跟眼睛在哪里 你说谁 一个伟大的导师问 你的眼睛跟心在哪里 我想从来没听过佛法的人 肯定进了僧团说 我还以为为多高级的问题呢 这种问题谁不知道是吧 这还有阿难达我也知道 眼睛在脸上 心在肚子里 上刀了 知道吗 这种问题 所以佛很普通 这种问题真的是太简单了 但你从来没有思考过 心在肚子里 心在肚子里 肚子里发生的事 咋也不知道 你还能知道佛放光 你怎么知道外边放光 里边里边咋也不知道 你这心在哪里 是吧 而且你觉得眼睛就能看东西 为什么人死了 眼睛就没掉 看不见东西 是不是 佛就告诉你 不是眼睛能看东西 是你的心在分别 你说人死了 眼睛就没掉吧 如果只是眼睛能看见 那这个死人脑子不转了 眼睛怎么看不见了 他意识成员没有分别执着了 没有分别了 所以最后你看见 是来自于你的心 不是眼睛 但是我们这些问题 从来没想 那么既然看见听见 都是来自于你的心 那好 找眼睛找心 就变成找心了 心在哪里 佛说 阿难说在肚子里 说肚子里怎么看不见里边 说那肚子里看不见 那在肚子外边 他也不对 肚子外边也不对 里边也不对 中间也不对 他找了不是七处真心吗 能言之有七次吗 阿难说了七个地方 佛说都错 阿难说也对 人家佛不是直接说错 人家不这样谈我起来 这就老是不好 但人家佛是说 假如你是对的 然后他退一退退 退出了错误的结果 他又说在外边 人家说假如你是对的 又给他退出 因为佛说法 就像这种老师说法 你说直接符定了 他弟子就 说出结果的 弟子就不会思考了 因为老师那么厉害 我敢符定你嘛 是吧 都不敢自身嘛 就是心里不认可 算你说的对 是吧 佛说法人家都不这样 不是直接说出结果 说你是对的 你看按你的对的 我们推个结果出来 错了 结果错了 让你自己去思考 带着你思考 这就是释迦牟尼慈悲 佛说法的慈悲 要没耐心的老师 错 我告诉你在哪里 直接告诉你 我理解像经济法 直接就砸过去了 你说 不知道 是吧 你要佛是无上正等 证据啊 你知道 就像阿南摩登前女 这些问题 等于是带幼儿园的幼儿园啊 一个博士生导师 在教幼儿园的幼儿园 你想佛多累啊 他要教幼儿园的问题啊 他的东在那 你告诉我 现在哪里呀 小宝宝 就这样说 然后小宝宝说 在肚子里 在眼睛上 就这样的 他说 你看 你沉浮了眼睛 也在你的脸上 你能跑到别的地方 还有理直气壮 是吧 找形于眼嘛 佛说 你对 你对 在脸上 在心里 在肚子里嘛 是吧 但是眼睛 光眼睛看不见嘛 你的心分别嘛 是吧 所以重点就是心了 因为光眼睛看不见 死人眼珠子 在那没看见 所以心在哪里 咱们就找心 你找到心 我就满足你 让你放光 他找不到 心在哪 这就是 找真心的过程 找到全是假的 是吧 你能眼睛前出 七次就是假性 到破了假的 真的在哪里 那一切像机械法 一切都是你的真心 哇 这个太伟大了 你知道 一切都是你啊 你知道 这句话 你们不正经 我听了太正经了 一切都是你啊 银河系也是你啊 你能 你能 从来没想过 这个问题吗 宇宙一切都是你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上帝的感觉 而且上帝不是说 真的我们大家 我经常觉得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汗毛没竖起来 我觉得真的蛮惊讶的 这种问题 佛是怎么知道的 这解释如来蜜意啊 你只有如来知道 一切都是我们的本性啊 外法都是你 都是你梦想出来 妄想出来的 而且是 你本来 我一法 但这个一下子理解不了 但是光这个理论 就很正经 这都是实修的东西 你不实修 你不实证 你能知道一切都是 你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这种事 你还在人道 纠结你那些 财财啊 你那些情感啊 你那些东西患得患失 你在人道整天做的那些事 那些是离十万八千里里空性啊 你连人道都不出 你还站在六岛外看问题 对吧 只是为什么我们盯着你人道的那些 那些欺欲望说呢 是因为你也没有别的东西 你身上就算你缺点 也就人道的那些缺点 你执着也就人道 因为你千道 地狱到七大道 你看都没看见 你见闻觉知都不知道 所以好像 好像佛菩萨盯着你那些 人世间的那些东西 设立了戒律 为你成道了 为你解脱了 因为其他道你都不知道 你见闻觉知太狭矮太小 三界六道啊 你只多看个畜生道 地狱到你看见了 所以你也不觉得苦 你不怕 就是这样 但佛也不是这样看问题啊 诸佛菩萨一登地都六道 寥寥分明啊 所以菩萨都是普渡六道的嘛 他不跟你 人道就是一道嘛 众生平等 所以听闻佛法难闻啊 听闻到释迦牟里的正法 一定要追随啊 一定要去修正 让自己活成那样大的风采 活成那个风采 所以暂时有点小舍 小得失 但是为了佛 为了无上正等 这就要值得 知道吗 否则这个世界 任何东西都不值得 你去拼命 都不值得 因为都是幻境 肚无所得 临死的时候 什么也带不出 是吧 而且夫妻 孩子 都各奔东西 因为各爱自己的福报 各爱自己的报 选 你投胎到各种道 而且生生世世 我们就是这样 不管你独爱的人 到临终的时候分离 各投各的道啊 爱自己看哪报熟了 是吧 现在是有时候 小遇 有时候永远不再小遇了 了了吗 有了了吗 这就是真理 知道吧 所以文听真理的人 亲人生嘛 亲 看亲人生 就是不太 对人生看亲了 但不会业实 如果你活在梦境里的人 才会业实 你要活这个人 你是 这个世界 每天重复 单调重复的那些事 你不业绝 你活着三百岁 哎呀 拔不得好好死掉 你不要以为 潮手啊 潮手 如果每天换着院 活 快乐一点还好 如果很烦 你其实你活着不死 活个三五百岁 哎呀 每天求的是 咋好好死一下 这怎么活着不死了 你真的很辛苦的 很烦的 因为就是早上三餐饭 是把一天三餐饭 早上天亮了 晚上又天黑了 我们一会儿又睡觉了 做个梦 早上又醒来了 单调的重复啊 但是你的头脑里边 太精彩 你头脑各种乱想 这种单调的重复 怎么能满足了 你那种丰富的头脑呢 你就像被控在笼子里 然后你把这种过错 归结于你这个肉体 因为肉体没有 翅膀飞不起来 肉体控住你了嘛 其实不是 是你的肢戒 是你的认知角度控住你 肉体控住你的 认知角度 现在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老师 在那 释迦牟尼 他告诉你最高 地球上最高的智慧 所以为什么不学 好好去看他讲的东西 他的很多经啊 他当年说的法 都归含在很多大层经典里 有小层经典 但是经典里 你可以看看他的东西 他每部经 都是回答地质的问题的 就是比如这个地质 问一个问题 这个地质 回答这个地质的 他整理出一部经 回答这个地质的 他整理 所以有时候 你看这部经 入不了 你看这部经 可能就入了 因为对你的经嘛 市面上流传的 因为我们受到 你们有文化的 可以多看几部经嘛 能也啊 能切啊 法华啊 华也啊 这些 圆绝啊 就是 这些经 都可以 射金刚经啊 等等 甚至于大菩萨的一些 弄作于前世地弄啊 解身命经啊 什么 还有中论啊 这些 都讲的真的不错 让你开启无上智慧 看不懂念念操操也行 有时候过一遍嘛 你念念操操 然后别人老师在 看读的人给你讲的时候 或者大家交流的时候 有个说法 有个正直节 最起码我做不到 但我有个正直节 我知道那个直节是对的 但我没做到 我那个直节不对 但是我现在也只能那样 那些经文你欢迎来很多 我不是刚才就说了 市面上流行的嘛 因为太多的年 三召神父 很多那些大世纪的人物 人家都闭关 几年就是把三召神父 要看完的 都是学多刀导师纪的这些 因为看完要跟诸神讲的嘛 我们刚开始修行 你不准备去洪耀佛 就是大菩萨都是法门无料 事业学嘛 都要读很多书的 我们不准备讲法 或者说你看一两部也可以 但是我建议你 比如金刚剑肯定要看的嘛 新建金刚剑因为短 大家都出这种 能也一定要看一看 法华也可以 法华靠春金珠之王嘛 能也皆好 这开悟的能也成佛的法华嘛 这两部 阅诀流来一下 阅诀经很短了 还有能切应心嘛 达摩祖师留下能切经应心嘛 而且这能也法华 能切经这些金刚经 市面上讲这些经的老师也很多 诸书也很多 也很好找 还有华爷 不读华爷不知佛家富贵嘛 你不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多伟大 看看大菩萨们的境界活成什么意境 不是我们想想 哎呀他不烦了就这么点 简单 不是那样 他活的境界开阔很开阔 能切应心这些都看圆角 中弄了这些 不太好懂 还有白法明明了 一切实地论 当年学藏法师去运动 不是去 就是去一切实地论 你说你破像 你就在人道 你见过觉知那么点 你破个啥像 你那六道看也看不见 明乐菩萨把宇宙万法 划分为六百六十法 让你破 都是虚的 都是空的 你其他道还 你还没正德 你看不见 你都不知道你找不找 明乐菩萨把它归纳为 有为法无为法 然后卢书 那个什么世青菩萨 又把六百六十多法 归纳着白法明明了 无为白法 因为你为了你省事 好看 初学人 这都是余前实地路 白法明明了 那些东西都必紧苦 有为无为都必紧苦 将来你修行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些我空了 这些空了 比如你住在一个 像虚困样的境界的 无为法 那也是个假象 你也得破 你不要以为你真国了 就是尊弄 大乘佛教的跌基 跌基石 但是不好看 因为他们 就是说梵文 翻译过来的 我们能学的时候 因为这样看这些经典 等于跟着释迦牟尼佛 直接修学了 因为那是释迦牟尼佛 直接假说的 你还怕他骗你 这是我们看不懂 实在没办法 这个世界还有假学的老师 就看着看着 你听他说白乎两句 但是袁经文也要自己看 六根清静就会读 六根清静的人 你就读起来 就很方便读佛经 就像无所读 圣其心这些话 你要再躺到医生层面 你去解释 你解释不清了 但是你要六根清静 直接就知道 你不用翻译成诸 你懂什么叫无所读 你有所读 你就不知道 无所读的境界 你无所读了 你自然知道 是 就是 有所读的境界 Okay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感谢观看